哈喽大家好,我是田野厨娘伊米 这个月我化身腊肉串 给大家介绍四川腊肉的各种吃法 除了传统的水煮腊肉 腊肉炒蒜苗 腊肉炒花菜 其实用腊肉炒各种蔬菜都非常美味 前两期腊肉的内容 我小伙伴表示有没有不腊的做法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道 非常爽口又鲜美的葱姜腊肉炒窝碎 用料有四川腊肉100克 莴笋一根 小葱20克 猪油5克 盐少许 做法也非常简单 锅中倒入足量的饮用水 放入洗净的腊肉 大火煮开后加盖转小火煮30分钟 煮好后取出放凉 切薄片 青笋去皮后 斜刀切成薄片 小葱洗净 切断后剂成葱结 锅中放入一小勺猪油 烧热后倒入腊肉片 中火煸炒至出油 等肉的肥肉部分变成透明的时候 就可以盛出 煸炒完腊肉后 锅中的油量就会变多 然后我们放入葱结 转小火 炸至小葱出香 微微变黄就可以把葱夹出来了 接着就可以开始用这些油炒蜗笋了 锅中倒入蜗笋片 大火翻炒 大约一分钟后加入腊肉片 再继续翻炒均匀 如果口味比较重 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点油 口味清淡的就不用再额外加盐了 翻炒均匀 关火 腊肉炒窝水就做好了 对了 煮腊肉的汤可千万别倒掉 非常鲜美的 炒菜那天 我的冰箱里正好有前一天 涮火锅多出来的两块鱼豆腐和一点青菜 我就放在腊肉汤里煮了几分钟 就做完一道很好喝的蔬菜汤了 还有几周就要过年了 大家一定都非常的忙 但是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呀